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前面我们正在宣讲 第七品的《经经品》 《经经品》里面 主要宣讲对治 对治懒惰 对治懒惰方面 现在讲的四种咒愿 四种咒愿当中 前面讲的第二种咒愿 也叫做自性力 那么这个自性里面 也是分了三种自性 业之自性和离之自性 然后灭活之自性 分三种 其中前两个自性 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的是灭活之自性 所谓的灭活自性 大家应该基本上明白 我们在修学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 自己对自己 应该有一种自性 什么样的自性呢 灭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 一切罪障 我应该有能力 应该有信心 不像我们现在 有些人一样的 像我这样业力深重的人 求智慧怎么有能力啊 灭除烦恼怎么有能力啊 肯定没办法的 我已经完全被称为 烦恼魔藏的仆人了 只有规规矩矩地服从了 有些人一点信心都没有 增加一些缺陋性和一些委屈性 那这样我们的修学 是不能成功的 无论你是在家人 还是出家人 其实佛道在每一个人的前面 自己有能力前往 到哪里都应该没有问题 只要是你想获得 就像上师如意宝的 一些文殊大圆明里面所讲的一样 你想获得三层果位 身闻缘觉的果位 菩萨的果位 佛陀的果位 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缘分和权利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想到 自己一定有能力 这一定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心的力量不足的话 什么事情都是不能做的 为什么有些高僧大德 他一个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有些虽然修正和智慧非常不错 但是不能做很多事情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发心广大的差别 《中观八门论》当中也是讲了 我们发大乘菩提心的人 行为应该非常的广大 发心也一定要广大 应该有一种勇气 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做 一定能做 什么事情都是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对众生有利的事 我肯定能做 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劝勉 或者是鼓励之心 这样一来我们的行为上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人在世间当中 心力的作用比什么的力量大 他的这种力量超越所有的一些 我们平时的一些 身体的行为 所以说 一个人的心力的作用 力量相当大的 那么今天继续说 这里面就很明白 我宁可愿意在这个世界当中 受到烈火的焚烧 或者是受到原地的刀杀 就是原地的砍杀 或者有各种兵器来 砍到我的头颅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人本来在世间当中 生存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的 几十年之后 必定是我们的血肉之躯 一定会是灭亡的 所以受到这样的生命危机 就无所谓的 但是我始终都不能让这些烦恼的刀材控制 在烦恼刀材 烦恼怨地面前 我永远都是不会投降的 我一定要坚强坚持下去 那么在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修行人 千万不能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作为一个凡夫人 一点不能做恐怕有点困难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不能做不但是没有意义 而且非常严重的一些犯罪行为 也就是说造恶业 造恶业的话 在我们一切实处 一定要谨慎小心地 否则他的果报是苦不堪言 应该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 所以在自古以来的历史上 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 也是与烦恼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获得战胜 这一点实力 在出家人当中也有 在家人当中也是有 其实每一个人 心如不如于法 这个问题很关键的 如果心如于法 然后法对他的心内起到很大的作用 遇到什么样的烦恼 那个时候他有战胜的能力 昨天我所讲的那种 谭义法师的故事 表面上真的是一般的故事 但实际上每一个人 如果真正思维他的意义 那真的很多人可能 觉得非常了不起 我这个故事 讲给很多藏族那么听 然后他们很多人 有些是持戒律的 有些人心里面的 这种佩服之情难以表达 所以当你遇到烦恼 当你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看看你的真正量的武器 能不能惯用 这一点也很重要的 以前《沙弥戒》 《沙弥戒》的一本书当中 也是有这么一个 以前有一位沙弥 这个沙弥也是实际上 他遇到一些违缘 最后就献上自己的生命 而没有坏坏道行和戒律 那么当时 沙弥去城中 去化缘 化缘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施主 这个施主有一天 有急事 他就离开 但是他说 如果来沙弥 给他供养 然后他把这个事情交代 给自己家里面的女儿 沙弥也是一如既往的 到他们家的时候 没有住人家 只有年轻的少女 但少女看见 这位沙弥的时候 当时被他的相貌 庄严吸引着 然后少女把他倾到家里面 然后后来对他产生了一些贪心 然后提出一些 非分的要求 当时沙弥心里面想 如果我没有答应 马上离开的话 可能这位女人有爱是个身痕 最后很有可能 无端的造谣 毁谤 最后可能会对整个出家人 在名声上面受到一定的损害 所以后来他只是 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 但不愿意舍戒律 然后他说 你稍微等一下 我先到一般关系室 到渔室去 再跟你一起生活 之后他到渔室里面去以后 自己默默地祈祷佛 想顶礼佛陀 最后他说 我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 但不愿意违背佛陀的教言 然后用刀片割断自己的喉咙 发愿而离开人间 过一会儿的时候 那个少女等了很长时间 后来没有出来 去一看结果金黄失措 他的贪心 当然也是顿时消失 最后他把这个事情 也是告诉父亲 父亲当时也是非常的生气 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国王那里 让他惩罚 那国王看见这样 受清净戒律的状况过后 非常的赞叹 然后用各种显化 装饰着他的遗体 沙弥的遗体 然后让全国上下所有的行众 赞扬摩拜 顶礼发愿等等做这样 那么通过这些道理 我们也应该知道 在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为了佛法 为了不损坏自己的清净道性 宁可舍弃自己的寿命 在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有些人如果要舍弃三宝 如果要舍弃自己的道性 他愿意看断自己的脖子 也愿意将自己的身体全部都浮现 佛陀在《教王经》当中 也是已经讲了 为了身体 我们可以舍弃财产 然后为了生命 可以舍弃财产和身体 而为了佛法 上面所讲的 这三者也应该舍弃 意思就是说 我们舍弃财产 舍弃身体 舍弃寿命 要保护佛法 要行持佛法 一定要有这样的 坚强的心 我们看见 现在其他的有些宗教 也是为了自己的宗教 付出自己的生命 其实他们的这种说法 他们的这种做法 按我们佛教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你这样做自杀性爆炸 或者自己跳入火坑 而这样的事法 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 但是我们佛教的这种精神 与之完全是不相同的 为什么不相同呢 因为我们发了这样的大乘菩提心 之后 这样是对众生有利的 然后对众生亦有利的情况下 对自我的付出 应该是需要的 所以说 一般无端的宗教的狂人格 我们佛教的 舍弃自己 舍弃自我 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的精神方面 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说 我们佛教并不提倡 为了搞一个运动 为了反对一个民族 然后毁坏自己的身心 这一点都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当你遇到 最大的违缘和困难的时候 那么我们宁可舍弃自己 暂时的 短暂的苦命 不愿意舍弃 生生世世对众生自己 带来无量安乐的佛法 所以说 我们很多人人生的道路 有时候看来 也算是比较漫长的 在漫长的日子当中 我在座的各位希望 从内心当中也应该 发这样的殊胜坚定的誓言 什么样的誓言呢 宁可舍弃自己的身体寿命 涂抹老水 但是我把佛法 永远也不舍弃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决心 现在外面的这种 信心舍舍的社会 就是非常非常地复杂 所以很有可能 遇到了种种违缘的时候 我们的道行容易受到损伤 原来有一个印度人 佛教徒被外刀抓着了 最后要求他舍弃三宝 他说 如果让我口头上舍 我舍也可以的 但实际上根本不会舍 应该有这样的坚强 如果有了这样的 坚强的意志的话 那么我们在有生之念当中 绝对不会舍弃三宝 绝对不会舍弃大乘菩提心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 发这种坚定的誓言 那么这样的誓言 在一切时候 在一切出所 不管是你到哪里去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和时候 一定要嗤之意恨地行持 在行持的过程当中 大家以正知正念来 观察自己的相续 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跟世间上的 一些不善不死的人同流合污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行为 逐渐逐渐会受到损坏和破坏 最终自己也是 毫无意义当中会虚度的 这样没有意义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 世间上的一些人 整天的一些吃喝玩乐 看一些宴会 各种没有意义的聚会 很多人的非常宝贵的时光 以这样的无意义当中 打发全部都破灭 没有实在的意义 尤其是我们作为 一个行持大乘佛法的人 千万千万不能做一些 损害众生的事情 也损害自己善心的事实 这种事实非常可怕 所以为了断除这样的恶行 我们的心一定要坚定 这个《学集论》当中也是讲了 三种坚定的信心 精进坚定 我们的精进心要坚定 然后大悲心要坚定 还有法心 法的这种大乘菩提心 也要坚定 已经讲了这些善法 而且也引用了一些教证 比如说 《花园器》里面善财童子 他非常坚定的大乘菩提心 希求善知识 然后无尽慧经当中 就是我能大师释迦牟尼佛 从开始到最后成佛之间的 坚定的信心 不依靠任何人 独自相抚一切 相抚一切珠摩外道 这样的这种建议 也描述得比较详细 还有那个精光创进当中 以眼光普照整个大地 菩萨也是发大心 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等等 这样大乘的发心来 利益众生的一些经历 叙述得比较详细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真的是自己要发这种愿 而且所作所为 看尽量如法 作为一个凡夫人 全部如理如法 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心 受着业力的支配 有时候自己非常想 当一个好的修行人 可是你的业力一现前的时候 违缘不能转为道用 有时候身体不能自主 还有心不堪论等等 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当然有各种违缘会出现的 但是这些 就像我们昨前天所讲的一样 一边好好地祈祷 自己的传承上师和三宝 然后一边经常都是 用正念来守护自己的根门 我想我们人生的确是很短暂的 不应该被烦恼控制 而获得无意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年轻人 可能对着贪心 对着一些感情上面的人物 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这也是毕竟是 几年的事情 过了几年以后 这种毛病和这种执著也会自然消除 就像我们孩童 他小的时候对玩具比较执著 但是你过了年龄之后 把这件事情也当作一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一般成年人 他对整个自己的事业 名声 家庭 工作 这方面非常非常地执著 但是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到了一定的时候 比如说你到了老年代的时候 除了吃黑以外 这些事业 对他来讲是不太重要的 我都有时候 接着一些退休的老干部 以前他对事业 非常非常地重视 然后退休以后 所有对事业的有些问题 跟他一起谈起来的时候 他一点兴趣都是没有的 我那天遇到一个老干部 以前一直讲他的事业 他的工作 他非常有兴趣的 我想这个人 永远可能对工作如是地诚恳 后来一旦退休完了以后 好像什么都是在他的眼目当中 对他的心目当中 就无所谓的感觉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人们特别执著的很多很多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当时为了这些事情的成办 造作非常可怕的恶业 到最后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也是不愉快的 因此大家也是 在没有遇到违缘之前 应该尽心尽力地 祈祷三宝 断除烦恼 主要是我们在这里讲灭火 这个科判 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 最关键的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大家把颂词的意义 颂词的意义 千万不能抛脱 如果离开了颂词 然后自己讲了一些 没有意义 没有多大的意义 然后要掌握颂词的意义 你一定要立上科判 那天我们在有些城市当中 有些居士 专门被科判作法供养 其实这样也很好 光被科判可能不行 科判和颂词的意义相结合 然后在这个框架上 我们进行法会 然后辨别分析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大家把科判里面的 内容打开一定要清楚 那么这以上已经介绍了 修学的时候 我们对断除障碍方面 一定要有勇气 不要说 啊 我肯定不行啊 灭除贪心 真心对我来讲 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只有让它顺其自然 让它继续产生 不应该这样的 什么样的人 都肯定有这种能力和智慧 你看 世间上那么多的大成就者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相续当中的贪心 诚心 应该说跟我们普通人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他最后超胜了 我们的一些境界和范围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依靠他的努力 依靠他的精进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应该有这样的缘分 那么下面讲的第三个 也叫做欢喜力 欢喜力讲略所和广所 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略说 如同诸喜乐 所为众善业 心应忌惮著 乐比无焉著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像孩童追求自己的玩具 玩具的快乐一样 那么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作的这些善法的事业 心里面应该去耽著他 这样的欢喜心 这样的这种耽著的快乐 不应该有满足性 不要有焉著 啊 我现在形色善法已经可以了 已经闻思三四年 五六年了 现在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行持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现在学佛已经足够了 已经学佛三年了 学佛五年了 不应该有这样的满足 那么这个比喻呢 其实寂天菩萨 他可能特别喜欢一些小孩 经常用一些小孩和战争 就是什么那个 他可能对军事和对孩童的研究 比较不错 这里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孩童 每个人都一定会度过 自己的这种童年时代 但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玩具 或者跟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一起玩 这一点就非常的执著 也有兴趣 非常欢喜 基本上不吃不喝 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跟其他一群小孩 一起玩的话 从早到晚一直有兴趣 其实我们现在一想起来 自己在孩童时代的这种晚算 还是觉得有点愚痴 觉得没有必要这么执著 当时包括我都有时候想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每天都是跟几个小朋友 一起玩 最后到了晚上 天黑的时候回来 我住的跟我一起的那个老师 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每一次到门口的时候 特别的害怕 不敢进去 我想今天如果没有打我 没有骂我的话 我明天以后再也不敢 跟这些小朋友一起玩 我心里面默默地发誓言 然后好不容易打开门 如果他没有理骂我的话 我就心里面很高兴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又不知不觉地跟他们一起 然后一次一次地 不知道多少次 有时候我现在也是 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有时候想 哎呀 我在这里爬过多少 我心里面的这种恐惧心 如果真的能现在记录下来 那多少次 那么每个人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 那当时对自己的兴趣 谁也无法描述的 但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对行持善法方面 六度五万行 利益众生 自己闻思修行等 有关善法方面的这些 善法方面有如实的耽著 那这是最好的 一定要有这样的 有个别的人说 啊 什么都不要执著 对善法也不执著 对恶法也不要执著 我们一切都是安住在空性当中 禅宗的妙用当中 净土中的 一心不乱的境界当中等等 说得非常好听的一些话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麦彭仁波齐的 教言里面所讲的那样 不能舍弃这些 不能舍弃什么呢 对善法不能舍弃 对恶法的这些行为和执著 这些一定要舍弃 所以我们很多人 毕竟你是初学者 你还没有到到 等近无二或者现空无别的境界当中 没有到达的话 我们先对善法的欢喜心 不能间断的 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 我们对闻思修行 善法方面的兴趣 一定要越来越增上的 那么闻思修行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净餐一样 每天都是一定要用上 不能间断 对此一定要愤怒 对此一定要精进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很多人 因为只听到一些佛法的 偏言自私 然后自己觉得 什么都不执著 什么都不要去行持 这就是魔众干扰你 魔王伯讯对你的修行 制造违缘 所以我们无必要小心 所以一定要 对善法方面的喜乐 就像小孩喜欢他的玩具 喜欢他的玩耍一样 我们对善法方面的兴趣 一定要越来越浓合 在历史上看 比如说有些佛典的故事里面 也是这样讲的 以前有一些人对佛陀 有一次佛陀 看见有一些人 然后这些人 把刚刚撤下来的这种玄化 马上去供养佛陀 供养佛陀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 国王让他们到外面去采花 然后装饰自己的王公 但是他们当下见到佛陀的时候 心里产生无比的怀疾心 最后他们也说了 宁可受到国王的各种惩罚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香花 一定要供养佛陀 佛陀 祈求佛陀接受 后来佛陀也问 如果国王惩罚怎么办 那么你们是怎么对的 他们都说 我们宁可受到生命上的惩罚 把这样的功德 也就是说见到了佛陀的庄严的时候 他们的欢喜之情 就无法控制 然后佛陀也是最后摄手 给他们传授佛法 让他们的法心收集 将来都是他们成为妙化如来 所以我想 我们对遇到的这种善知识 或者遇到一些善法的时候 自己的欢喜心 对佛法的信心 欢喜心 这一点一定要需要的 如果对佛法有一种欢喜心 那他的行为肯定是 如理如法地去做 这就是一个好的香 有些人说 我现在什么样的 什么言想都没有 其实你对佛法有一种欢喜心 那这是一种言想 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始终都觉得 哎 佛法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执著 这是不能舍弃的 这是非常好的 我在上海去年千年吧 好几年 每一年都有时候 在人机医院 住院过一段时间 当时有一些居士 其中有一两个居士 我都跟我一起的 诺尔巴坎坡都说了 他们还可以啊 这几年以来 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要么念经 要么看书 看书的时候 一边看书 一边又是 哎呀 真的 这个佛法是多么伟大 真的欢喜 哎呀 阿弥陀 法弥陀 真的很好 看到法文以后 也不是假装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是假装的 还是真的 对佛法的欢喜心 自然而然生起来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的时候 我看一些居士的过失 还是很厉害的 一看到这个居士的时候 哦 这个人学佛的行为不如法 这个人的说话不如法 说这个过失 说那个过失 然后这些居士 专门也看我们的过失 哎呀 这个出家人怎么不好 我们都互相看过失 居士经常看出家人的过失 出家人看居士的过失 你看这个水平很低 应该如理如法地修持 该修自己的不修 然后经常说这个不行 说那个不行 说我也有这个毛病 经常遇到一些人的时候 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精进的 哦 这个人对世间一点的观念 都是没有的 哦 这个人对社会的习气非常重 哦 这个人对佛法的 信心非常微弱等等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有个别的居士不是一天两天 一天两天的三分钟热情 谁都会有的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精进 早上一早的起来 晚上都一直不睡 过了三四天以后 再没有什么隐形了 不是这样的 有个别的道友 真的对佛法看守也好 这个闻思很有这种兴趣 欢喜心 从内心当中有一种 自然的欢喜心 并不是被迫的 一直强迫的 你今天去听经啊 我不去可不可以 我今天定家 我今天有事情 我今天整天都是 想找一个理由 就是尽量想办法 不要去听这堂课 那这样其实这是一种压力 把它看作一种负担 这样之后内心当中 没有对佛法的欢喜心 对佛法的欢喜心没有 那做任何一件事情 肯定靠不成的 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老板 他要办一个企业 他自己这方面 没有一点兴趣的话 那他的事业会不会成功呢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对善法方面 还是要有一种 怎么说啊 欢喜心 不要我们藏著有一种说法 叫做恶牛怕山一样 男性怕不动 意思是恶牛的话 你怎么样也怕山 它就没办法越来越下去 我们有些人的 行持佛法 不管是背诵也好 辩论也好 修佳心 或者是持咒语 什么都不行 一说善法方面 不行 我痛了 我病了 我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等等 然后一说恶法方面 什么看电视 看游戏 看什么 哈哈 马上吸出望外 特别有信心兴趣 这就是我们的业力感召 一定要斩断这样的习气 尽量地将自己的心 转变过来 对善法方面 尽量生起欢喜心 对恶法方面 虽然我们自己的确是 无始以来的习气吧 我们相续当中 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气 所以这种习气一阐首的时候 尽量把它斩断 那么下面讲广说 广说当中第一个 你当行善 本体安乐 我们要知道 行持善法的本体是安乐的 世间上的人们 虽然请求安乐 但是能不能成功呢 还是不一定的 而我们大乘修学佛法的 为了利益自他而利的 这样的六得万行 实际上完全是得安乐的 这是百分之百 一定是得了的 那么我们这样不行持 最终的安乐是怎么样得到呢 怎么会有呢 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行持安乐 大家都知道 世间上的人们 为了自己的生存 生活 怎么样辛苦 这一点我们藏著有一种俗话 叫做天上的信心 挡着帽子 地上的白霜 挡着鞋子 意思就是说 造出万贵 也就是说 培行待遇 一直辛辛苦苦地 追求自己的生活和目标 其实他所获得的 还是不一定是真正的利益 不一定是利益的 就像农民的话 他在春天的时候 剥下种子 很有希望 获得了秋天的过失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干旱 洪水 还有一些各种灾难等等 也会出现的 因此最后真正的希望 会不会落空 很有可能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商人 他贷款借钱 搞生意 他希望发财 赚钱 可是真正能发财的 有多少人呢 大家恐怕在当今的社会当中 也是不难看错 所以世间上的这些人 每天都是辛辛苦苦 追求自己的事业 但实际上真正能得到的有多少呢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以前有一个年轻人 在历史上有一个年轻人 他为了寻找自己的生活 和一些对象 一直苦苦地寻求 最后他就遇到了 看见一位公主 当时公主的美貌 他已经被吸引住了 然后他的身心不正常了 他的整个身世都已经颠倒 也就是说日式也像 一直白天看到一些壁画 也好像公主对他说话一样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一直做梦 一直梦见也显现他 最后他一直追求 但当然是 不可能这个事情 一般平凡的人 获得公主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实在得不到的时候 他身世已经成了点点道道 彻底已经崩溃了 在那个时候 有些人实在没办法 为了安慰他 说我们亲世国王 国王已经大意 公主可以嫁给你 那个时候这个人心里就得到安慰 他的病情越来越好转 但是后来人们也告诉他 说现在只不过公主 正在学习 读小学一年级 那这样从一年级 到大学毕业之前 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他一直正在学习 所以现在 当他毕业以后 可以跟你一起享受生活 那这个年轻人 一直等着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这样永远地等下去 其实他的这样的愿望 和这样的笨蛋 有没有真正到达的时刻呢 绝对是没有的 那么佛陀告诉我们 世间上的人们 希求世间的安乐 也就是说 从追求世间的安乐当中 获得的意义 也是不够如此而已 因此我们世间当中 有多少的人拼命地追求 对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 前途充满信心 可是真正最后获得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梦想 是一种幻想 真正得到的这个事业 也是微乎其微的 非常渺小 所以说 我们应该想到 世间的一切所作所为 有没有实在的意义呢 的的确确也是 没有实在的意义 所以对世间法 很多人没有兴趣 这一点也是情有可原的 现在有些高丝业的人 只是对佛法有信心 除了佛法以外 什么对世间的明文利养 世间法确实兴趣不大 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它的本质都是这样的 而世间法本质的意义 只不过是人们的妄想 执著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真正的事业谁也得不到 得不到的原因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 真正了达这一点的原因 也是这样的 而我们的佛法 完全是不相同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发起无上的菩提心 紧紧修持的话 就像《法华经》里面 所说的那样 若有闻法者 无一不成佛 若有闻法者 无一不成佛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 任何一个修行人 闻思修行的人 那么他最后过得不到的 这种情况就决定是没有的 因此为了利益 自他的一切众生 而紧紧修持的话 那最后一定会获得大自在 大安乐 大福报的境界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自由自在 一定要 自由自在的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精进 一定要值得精进 因为所谓这样的 暂时究竟的安乐的缘权 实际上现在我们自己 就像是美美的一种事物 摆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我们自己在旁边 几苦难生 没有希求的话 是不是非常愚痴啊 同样的道理 佛陀和出世间的一切快乐 也就是说 远离一切痛苦的 这样的快乐 实际上摆在 每一个众生的前面 只不过自己的缘分和福报 有一定的关系 有福报的人 依靠佛陀的教言 他的收益沸浅 获得了无上的快乐 而没有福报的人 可能对此也不一定得到如实的利益 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人 下面主要讲 对行持善法方面的欢喜心 要讲欢喜心 一定要有欢喜心 没有欢喜心的话 真的希求善法 也是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下面讲 当时利盅不延述异熟的安乐 若是人杀弥 贪欲无言作 甘乐寂灭过 求必何须走 下面就是讲的这个 就像是我们世间当中 站在道仁上的一些蜂蜜 就是蜂蜜的话 那么利益是非常微薄的 但是危害性相当大的 所以世间的安乐 无有言作的安乐就是如此 而我们感到无上 暂时的人天福报 究竟是佛陀的安乐 那么这样的快乐 我们希求不言作 也更不用说了 一定要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当中的这种安乐 的确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古代有宝箭 所谓的宝箭 一接近它的时候 它是非常的锋芒 锋利 就要接近任何一个食物 接近它的时候 马上就斩断 砍断 这样的 平时我们一根毛 要接近宝箭 锋利利人的时候 马上就断掉 这样的 那么如果我们看见 锋利的刀上面 沾到一点一滴的密纸 一点一滴的密纸的时候 我撑舌头偏这个密纸 不一定得到利益的 得到利益很微小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刀口上一点点的密纸很微小的 但是也许我长达一点点 在那个时候 我的舌头会斩断的 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利益很微小 可是受到的痛苦难以想象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舍身相为处 五种妙语 从中所得到的快乐 真的是极为的微薄 大家有些人通过声音当中 获得快乐 通过所处当中获得快乐 通过味道 或者无尽当中想得到 所以每个人就像蚂蚁学一样 迷迷茫茫的 每天都是奔波而追求 但是每一个人 他们获得的幸福 获得的快乐 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社会当中 有些人想用金钱来从事自己的生活 有些人是用地位来从事自己 有些用追求什么感情 追求世间的各种方法来补充心里的空虚 但是真正如愿异常 而获得快乐的有多少人 只有在佛陀的妙法当中 获得快乐的是有的 那么这是非常危险 宝门论师当中有这样 那那琴珍仁波切 举了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以前有一个人遇到一些违缘 遇到大象狂象的追逐 最后他堕入一个深渊当中 堕入一个深渊的时候 当时他抓着一把草 抓着一把草的时候 他旁边有非常可怕的毒蛇 准备缠着他的身体 而他所抓的早餐 用老鼠来准备钓着 吃钓 在那个时候他好不容易 看见旁边有一些密封的密质 然后这个人不顾一切 就要先填这个 实际上这是一种比喻 我们的宿命被无常 下面还有金鱼 长着嘴巴 他稍微不小心就吊在 他顺一面的金鱼的口当中 那么这个比喻 我们这个人一般都是在 生死的这种 原来有一个领导 他说话里面 这骨 内骨 我就想起来 他所谓的无常 这骨 所谓的金鱼 内骨 他所比喻的 无常相当于金鱼一样 这个生死轮回就像毒蛇 缠着它一样恐怖 而世间的妙语 他所追求的密质 同样的 我们世间当中有时候真的 非常的奇妙 世间人们为了 追求现在的名声 财产 那这样根本不想 自己无常的寿命 也不想自己活在人间当中 到底能活多少年呢 一点都不追求 只是意味地追求眼前的 人就是非常的可怜 树木成光 根本不想自己的来世 也不想自己能活多少年 那这样一味的追求 而造了很多恶业 是值不值得呢 绝不应该的 所以说 我们应该要 希求佛陀的快乐 佛陀的快乐 永远都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佛子心当中也是讲了 三界当中的快乐 就像是超间的露碎一样 一瞬间会毁灭的 而永远获得快乐 就是佛陀的智慧的快乐 所以我们应该 希求佛陀的快乐 就是大乘佛子的行为 因此在座的人 每个人真的想法都是不同 追求的目标 当然是不同的 但是说 追求的目标当中 最有意义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 希求佛果 利益众生 这就是我们世间当中 最快乐 最有意义的事情 好 最后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就是讲那个事故 应该欢喜奉行 未成所求善 欢喜而去行 犹如日中相 于此其本如 所以我们为了 所作的善事圆满 善事善众应该 欢欢欣喜地去入 欢欢欣喜地去入 这种欢喜心就像是 到中午时候的大象 受到苦日的痛苦的时候 他就遇到一些 清凉水池的琥珀 在那个时候就 飞快地进入琥珀当中 那么我们也是应该的 对星球善法 那获得菩提大果的伟大目标 一定要有兴趣 没有兴趣的话 真的是不行的 做什么善事呢 不能成功的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想 所求的所有的欢喜心当中 应该是佛法当中的奥运 佛法当中的稀有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应该是最快乐的 为什么呢 世间当中最可怜的 最痛苦的就是愚痴 而断除愚痴的话 佛陀的智慧是最殊胜的 那么佛陀的智慧 依靠学习佛法 依靠闻思佛法 才能获得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道友 我有时候真的这样想 很多人现在的生活 应该说是最快乐的 也许你们再过几十年以后 回忆的时候可能汇为无穷 我都经常这样 真的在上师瑞宝面前 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 希求佛法的这种感受 始终都是不会忘的 在一辈子当中 如果能回忆自己的前世 可能生生世世也是不会忘的 这种善法的希求心和欢喜心 功德也是非常大的 就像我们《窍诫宝藏论》里面 对遇到佛法的六种功德 六种功德里面也是讲了 对欢喜佛法的功德 其实欢喜佛法的功德 和对三宝的信心 乃至生生世世 对我们的相续当中 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力量和重用 以前《福宝经》 有一部经典 这个经典里面 也讲了一个公案 以前有一位施主 他经常供养比丘 供养比丘的时候 当他家里有一只狗 比丘每一次应供的时候 给小狗喂一点食物 后来比丘成了他们的长客 每天来花园 然后小狗每天都是 欢欢喜喜地迎接他 他这样的因缘吧 因为对比丘极其的欢喜 这样的因缘 后来小狗 那个狗死了以后 转到安息果 变成一个国王家里的公主 就是公案家里 后来当时安息果没有佛法 他从小都是 能回忆自己的前世 有寿命通 但后来他长大之后 交给一个叫粤齿果的君主 有粤齿果 有佛法兴盛 他发心供养 供养四五百个比丘 但他供养的时候 行为根本没有以公主 或者以大人物的身份 来命令下面的人 他自己亲自去照料 亲自去打扫卫生等等 这样的 后来他下面的这些女仆 觉得实在不应力的 虽然很随习他的功德 但是实在不应力 所有他的烧主 烧地的这些 全部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的时候 公主只好用自己 崭新的衣服开始作卫生 后来她的丈夫说是 这么好的衣服 不应该吧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然后她说 不可惜 所有的这些 现在崭新的衣服 是比丘给我的 这些比丘们对我来讲 是恩德很大的 然后她丈夫有点接受不了 不是比丘给的吧 这是我 应该我给的吧 然后她不得不讲 自己的前世 本来我以前是一只狗 但是因为我对比丘 就生起欢喜 后来就变成了这样的公主 所以说实际上 我的一切快乐的来源 就是应该比丘 应该比丘 这个时候她丈夫 也是生起信心 哦 她就比较不像我们现在的 有些居士的丈夫一样 顽固分子 然后她马上就心转移过来 啊 那对一个比丘供养 欢喜心得 有这么大的功德 那你对三宝七星 欢喜心的功德 更是不可思议吧 后来她也是跟着他 皈依 弘扬佛法 建造寺院等等 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真的讲了 对三法方面的 不管是比丘也好 三法所有的任何一个 我们见到佛塔的时候 见到佛经的时候 见到任何一个出家人的时候 那种心里面的欢喜 其实自己也是一个福报 也是一个殊胜的因缘而导致的 但是这样的欢喜心 一定要 有时候有些出家人 看到经书以后 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一样 有些看见一些佛塔 佛像 没有欢喜心 这是不好的 真的不好 因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要知道三宝的这些功德 然后对希求三法方面 就像热带的地方 这些大象 受着苦热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很欢喜地 去往湖泊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满满轮回的这种常业当中 一定要对 解脱的之路名等 尤其是殊胜的佛法 一定要有这样的兴趣 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 对佛法还是很有信心的 自己也感觉非常束缚 看见他们对背诵也好 闻思也好 不是一年两年 这么多年以来 真的有些人 背诵 讲考 凡是行持善法方面 很有兴趣 然后一讲起一些世间的 各种军事 战争 贪嗔痴的话题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什么兴趣 作为一个求行人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有个别人的 业力现前一听到好的事情 没有兴趣 这种行为一定要改变 对佛法一定要有信心 前一段时间日本菩提集会 有一个居士给我这样讲的 我现在一想起佛法的殊胜 根本不想上班 一想到去上班 做事情的时候 好像觉得 这个意义就是这么而已 赚钱有什么用呢 做事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想到这个时候 我很想全部放弃 后来我说 你的事业也比较大 一下子这样放弃 到时候后不后悔 暂时应该慢慢 慢慢地观察自己的心 过了几年以后 也是可以观察 但他们一直认为 佛法的这种快乐 始终在任何一个快乐当中 也是得不到的 这一点我自己也是 的确有这种感受 有这种体会 我现在都是想在这种年龄当中 所接受过的 各种各样的 一些世间的快乐 但是真正都是比较永恒的 应该经得起一切变异的 这样的快乐 应该是在佛法当中 每一次看书 每一次闻思 这个是很有兴趣 否则我也想 我现在不管到哪里去 搞什么样的世间法 都是可以的 不一定在这里 还要继续闻思 还要继续讲课 因为自己对这方面 没有因缘 没有欢喜心 每一个人以自己心的安排下 开始下面去操作 所以说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 有些人在这里 在寂静的山里面 已经带来十年 二十年 那这说明对佛法 真的有欢喜心 但是这种欢喜心 但愿它不要永远消失 越来越增上 好 今天讲这里 都 dic平了 在寂静的山岔 怎么正常空的 Covid 是ET 人是不是无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